考生在比试及格后 紧接着马上进行路考 因为这关系到最终的结果 考生上路都非常谨慎地通过每一关 而最后如愿考骑驾照者 脸上都露出了快乐的笑容 很开心 总生考过了 考过的感觉真的很开心 而且很放心行在路上 因为自己觉得安全 也感觉到别人有安全感 由于这次监理站 与7月1日修改题库后 首次的下乡考照 所以大家对考取率也是相当关心 在比试方面 有关交通法规的熟悉度 将会是拿高分的关键 今天我看这个比试的录取率这部分 的及格率大约在六成左右 那录考的话应当会有在八成的一个及格率 根据监理站给我们的资料 专家学者研究的结果是因为现在机车的造势率非常的高 根据他们的研究还是在交通法规上面的一个不了解 所以根据这个增结 我们随着时代的这个改变 现在考试的准备的方向也要随着来改变 在这一天的考招日 我们看到了议员成招玉 宛如家长陪考 心情也跟考生同样紧张 服务出的人员更是出动 要为考生们提供考前辅导 然而这样器皿为名服务的精神 民众是看在眼里 他帮助我们模拟 帮助我们讲解 然后帮助我们注意 很多细节的地方 都很帮助到我们会忽略的地方 我觉得我们的议员真的是一级棒 为我们乡亲服务 希望我们所有过不过的这些乡亲 千万不要累资 不要七年 我们再接再历 只要留守要 教育管理亲属 都来服务出这 一直为了我们路口的地方 我来给你们加 这绝对都没问题 绝对要给你们加到过的围纸 建林站人员表示 为了扩大民众机车考招便民服务 县内的行动建立下乡考照 也将在各乡镇巡回进行 民众若想知道 更详细报考须知 欢迎向居住地乡镇公所来洽询 民族华玉怀 积极采访报道 我们下旁边访问 我们下旁边招便 谢谢大家